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大家要知道阿達很喜歡亂開一些 像迷你掌機啊 迷你主機這種東西 所以最近有廠商看到我的影片之後呢 記得這台給我 MINIFROM B550的主機 那接下來我們先簡單開箱一下 看它裡面的主機長怎樣 好最上方說明書 這個大盒子 我想應該是它的主機啦 打開看一下 我本來以為整盒都是主機 結果沒有 主機只有這盒子一半大 這麼大一台 但是老實說啦 如果說以迷你主機來講 我看過比這種更迷你 不過這台的話 規格跟IO比較完整 那看一下這邊是什麼 這邊就外接的變壓器跟電源供應器 看一下下面還有什麼東西 好下面配件就給了蠻多的 像這個電源供應器的 一些配件啊 如果你要折騰的話 他這邊都有給你 原則上的站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主機的配置是怎麼樣 好 阿達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呢 接下來為大家比較詳細一點來介紹這台小機器 那Mini 4呢 這台機器小歸小 但是它最大的特點就是說 它保留一些升級的那個空間 像這裡 還有它這裡 還有這裡 全部都可以再拆開來 外接一些設備 像說啊 你如果搭配它的支架的話 你還可以外接各種多一顯卡 不過顯卡部分 你就要另外給它供訂就適合 好 那接下來 阿達就直接 先簡單的把它拆解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那內部的一個構造 切一下背蓋 大家看一下 它對應這邊的一個4Pin 一個10Pin的這個接口 那這裡呢 下面這邊 它這個可以撕開 它一個讓你 去接2.5吋的SATA的那個硬碟 你可以接SSD 那這邊呢 這是M1的SSD 它內建了一支512的SSD 那在這裡啊 就是它的一個無線網卡 我們 要往下拆就先把無線網卡拿起來 這就可以接獨立顯卡的一個START 那轉過來 下面這個風扇 那記憶體在這裡 它記憶體呢 就使用了一般筆電的那個記憶體 DDR4的 它IO部分呢 給的蠻多的 TP-POR HDMI 4個USB 3.0 還有一個RJ45 音源 Type-C 整個連接埠相當的完整 而且你要升級啊 加東西也很容易 我阿達拿到的這台呢 他都已經把記憶體跟SSD放上去了 所以 你到時候買的 可能就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但是原則上 它的拆裝並不難 處理器在下面 那我就不猜了 那這台B550啊 它在硬體規格方面 它搭載的是 AMD Ryzen 7 5700G APU處理器 搭配的核顯規格是Random Vega 8 那記憶體搭載16GB DDR4的記憶體 那512GB的SSD 單機大概是1107克 如果是含包包啊 還有變壓性的配件的話 加起來是2042公克 算是啊 你可以帶著走 然後拿著出門的一個重量 那以效能來說啊 一般辦公看影片 都能生日愉快 我們也做了簡單的一個效能測試 這個Bench呢 測出是單核1542分 多核8584分的成績 那PCMark呢 用延伸辦公場景 測出來的分數是5346分 那SSD啊 讀取速度大概是 每秒鐘啊 2000MB左右 Citybench R23 單核是1494分 多核的部分呢 則是11701 雖然說應該啊 沒有什麼人會拿這種 迷你主機來打電動 不過啊 我簡單測了一下啊 用PCMark去測試 Time Spy呢 是1590分 9RAD呢 是17688分 如果以遊戲進行測試的話 太空戰是15 在1080P的畫質下 測得是2015分 那快打旋風5呢 預設畫質則是有接近50幀 荒野大標課 用系統默認畫質 是29幀 Cyberpunk 2077啊 低畫質 平均大概是27幀 古墓奇兵暗影 大概是20到30幀左右 所以說電動可以玩 不過啊 不能算流暢 但是呢 只要你願意降低解析度畫質 跟一些特效的話 日常啊 想要玩玩一些3A的電動 其實還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當然啊 如果說你要玩3A大作高畫質的話 那你就要去外接顯卡了 不過既然我相信呢 你都買迷你主機了 應該就不是很重度玩家 不過啊 如果你來玩模擬器的話 我是覺得效果是相當不錯 這次是一場 是一場 記憶 Fight Stream Stream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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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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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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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BU550 在尺寸重量方面 日常如果你主要工作是上网 办公 偶尔会追追剧 还有做一些轻度的创作 修修土之类的 其实还是够用的 而且它不占空间 小小一台 放在桌面上整洁大方 要移动虽然没有像笔电拿而就走 但是如果你放在它附贞的包包里面 总比你搬的大主机还是方便得多 那内建的APU 虽然不是最新的RDNA2架构 但是玩电动如果你愿意降画质的话 还是可以素顺丸 真的想不开的话 你就搭配它的支架 然后外接独立显卡 也是保留一定的扩展性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可能是为了体积或者是散热的口量 它的变压器没有内建在机身里面 而是用一种传统的大变压器 就是它要求电力不高 用PD充电或小接头的话 我是觉得也会更好一点 还有它的前方没有USB连接附 如果想外接一些其他设备的话 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方便 而且跟Intel NUC小电脑来比 还是相对大了一点 不过它的可能性也多了不少 效能也比NUC好不少 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跟需要而定了 我是电脑王阿达 如果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不要按赞、订阅跟开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